好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上道德课 那小朋友们拿道德作业书 然后打开第十二页 好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做练习 那我们看在这里有四个图片是吗 好那我们看在这里呢 有谁呢 有一个盲人他做什么呢 他要过路 但是不能自己过路是吗 那这个小朋友呢 看到了就快点的帮助他 那这样呢 是善良还是感恩呢 是善良哦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小朋友 他呢看到有盲人 他就赶快的去帮助他 好那我们呢 在这里呢要画太阳 那怎么样画呢 小朋友们看好了哦 首先呢先圆圈 然后我们画他的旁边 树这样子 我们画全部哦 好变成了太阳 那我们看这个小朋友 那他玩好了呢 就把玩具收好 那这个小朋友呢 是什么呢 他的表现是什么呢 是负责任还是崇高的品德呢 是负责任 为什么呢 他呢玩好了呢 就会自己收好玩具 好那我们在这里要画太阳 那我们看怎么样画 首先呢先圆圈 然后给他的旁边 这样子 OK变成了太阳 好那我们看下面的哦 好那在这里你们看 他做什么呢 那这个小朋友 他呢送妈妈礼物 然后亲妈妈 那他是表现什么呢 是感恩还是负责任呢 对是感恩 我们呢也要像这个孩子 他知道感恩 妈妈已经给我们做了很多事 给我们去读书啊 吃饭啊 很多事嘛 那我们要感恩 那我们在这里呢 要把他画太阳 我们把他画太阳在这里哦 OK好最后一个我们看 在这里呢 这个小朋友 他不知道他的东西跌倒了 那别的朋友看到了呢 就把他拿起来 然后赶快的跑去叫他 那这样的表现呢 是感恩还是崇高的品德呢 是崇高的品德 那我们在这里呢 把他画太阳 OK好 那我们的练习做到这里哦 小朋友们再见 再见